中国最强妖刀魏锐 一脚KO白胜拳王 自创新杀招 KO俄梦将 魏锐是中国拳坛少数能打还能交的选手 不仅自己一晚上连胜三场 获得了K1 WGP世界冠军 随后在荣耀的立台上击败了邓泽奇 获得了GOH 四余量级的金腰带 自己带了土地也能打穿日本K1 拿到K1 WGP重量级世界冠军 奥地利选手萨萨约万诺维奇 莱华挑战妖刀魏锐 这位选手有着七个冠军头衔 却在面对魏锐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此时的魏锐求婚成功 反而打法更猛 不带一丝柔情 完美的距离控制能力和突如其来的精准打击 都把这个萨萨约万诺维奇压制的不行 因为万诺维奇步步后退准备绝地反击 结果魏锐根本不给机会 一招后白腿彻底摧垮了他 独流魏锐依然奥利内台之上 中国选手再次取得了一场KO大胜 阻挡了对手的撤离的目前 魏锐TKO的手获胜 国内国际金腰带都拿了 魏锐感觉没有挑战 于是连升两级 直接跨级到次轻量级67千克 蹲上了俄罗斯选手瓦迪姆 古梅罗夫 本来一个量级跨度这么大 选手绝对会水土不服 没想到魏锐是安全着陆了 面对强悍的俄罗斯选手 魏锐直拳猛击打退对手 拳法连绵不绝 任何招数都逃脱不了 擂台上越打越火热 随着魏锐一击中拳 瓦迪姆瞬间被击倒毒鸟 瓦迪姆顽强站起来再次开战 魏锐更加勇猛 直接用一顿组合拳呼炸 结束了这场比赛 这就是妖刀魏锐 一出手就见血 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喜欢拳击的老少爷爷的卵 记得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会 比赛结果 红方射